第四大名宴 张嘉老师给我点个小红花 说的对吗 应该是桃和石吧 桃燕吧 这个端燕 摄燕 陈泥 红湿 这个有几种说法 那个算你对 好吧 这个端燕啊 这个个头挺大也很规整 那是怎么得到它的呢 这个我祖传下来的 祖传下来的 就是我父亲 我说我现在需要投资 我需要把你拿出去 把他卖掉 就是这样 他这个能够拿出来吗 来 他这个会可不可不可 你敲不坏吗 不算 果然是自己的藏品 我眼看着我们的藏友 现场悄悄苛苛 就把我们这个端燕完整地取出来了 这个说明什么呢 这个说明这是它原配的盒子 卡得还非常的紧 在里边保存得很好 那这个您怎么就认定它是端燕呢 前面在那边他们给我看过 说这个是端燕 确定过 他说明末清楚的 一个没有款式的端燕 到底是不是端燕 也是不是明末清楚的呢 首先请您输入心理预期价格 藏友的心理预期价格是 一百万 您了解明末清楚这个时段的端燕的价格吗 不了解 小小的一方还未知真假的端燕 持宝人竟爆出了一百万的天价 是因为年代久远 还是因为它存在不可估量的历史价值 专家又是如何看待这方燕台的呢 到底怎么样呢 请专家变价时针 谢谢 您好 这个在家里犯了好几代了是吗 六代了 六代了 多少年一代啊 这个我们这么目测呀 您说的端食没问题 上面刻的是二龙细珠 这个呢 雕刻的非常精彩 您刚才说是清早期的是吧 明末清楚的 明末清楚的风格一般不这风格 一般雕刻的不是这样东西 它上面的形稍微大一点 现在形式 这个呢 雕刻的过于精细 我看您这个上面雕的二龙细珠 这个是利用了这个 端食的一个眼好像是 但是边上好像有点什么 是不是以前就这样 还是动过手 以前就是这样的 以前就是这样的 背面没有提款 没有 燕纸还行 燕纸这个材质好像 属于老坑的钻叶 这件产品是这样啊 我们这么看 东西呢 是个老东西 因为您家是传了好几代了 这个呢 格式比较 比较新颖 雕刻的比较 辅雕感比较强 上面这个眼呢 可能动过手 上面这个眼呢 可能动过手 而且这个眼呢 也不是火眼 是死眼 什么是火眼 什么是死眼呢 火眼它里面有一个黄圈 就是中间有一个黄圈 这个燕台 比较名贵的端燕呢 以燕 燕越多 价值越高 尤其你像超手燕里面 后面就弄得 秘密麻麻的全是燕 有眼 眼越多 最多的可能有好几十个 眼越多 价值越高 综合以上说法吧 这件藏品的年代 清中期 嘉庆道光左右 真品 请专家输入估价 专家的估价已经输入系统 我们暂时封存 你考虑出售吗 考虑出售 考虑出售 那就要注意听店主的意见了 好嘞 我们考虑出售哟 抛出了橄榄枝 我先给价啊 你要先给价 店主给出的报价是 一千块钱 你也好意思先给价 我们这可是清中期的真品 店主给出了一个意想不到的价格 一千元 一千块钱 你也好意思先给价 为何店主给出如此低的价格 这中间又存在怎样的玄机呢 我们考虑出售哟 抛出了橄榄枝 我先给价啊 你要先给价 店主给出的报价是 一千块钱 你也好意思先给价 我们这可是清中期的真品 店主给出了一个意想不到的价格 一千元 一千块钱 你也好意思先给价 为何店主给出如此低的价格 这中间又存在怎样的玄机呢 因为我们从这图像上看啊 第一个那个眼是可以抠下来的 我们从这图像上看啊 第一个那个眼是可以抠下来的 这就是一个疑问 它不是睁眼 至少肯定这一点啊 眼是坐上去了 反正动个手 这是肯定的 那么你回去 你说这么多年一直在你家 你没动就没人动过 那么这个眼如果抠开的话 里边看是不是五零二的味道 您自己回去确定一下这个事啊 第二个呢 如果这个燕 你在家用过这个燕台吗 用过 使用过是吧 最近一次大概是什么时候 您使用这个燕台 每年都基本上都用过 今年也用过 今年没用 对今年没用 那就是这样是的 它的正面啊 就是那个燕台 磨燕的那个那个烫笔那地方 好像没使用过 看那图片的感觉就知道 但是前面那个那个水池的那块呢 好像就是涂过那个 有墨住到里边的 所以这两个地方呢 有点矛盾 应该说老燕呀 给我们的感觉都是特别润的 何况你还用过 所以基于这种 我们判断的不是特别准确 这种问号 所以给了一千的试探价 如果有机会 我们私下再看看东西对不对 如果对的话 咱们再谈 你别每次老来这个 你现在就给我看明白 我们第三代人没动过来 来咱们一起来啊 但是刚刚店主质疑的 也是有道理的 你说使用过 但是人家说一部分 没有使用痕迹 您仔细观察一下 这个也就是 是不是他处理得太干净了呢 眼应该动过手 眼是动过手 即使是去年使用的话 这应该有墨香或者墨臭 这是第一个特点 第二个 这个眼 我现在你要是信用我的话 我就能把它抠下来 你看 这是502的感觉 亮发亮 不是老战 可能是乳胶 可能是乳胶 这个必须让专家说一下 因为专家也说 他这个眼有痕迹 摸着感觉 感觉是上过乳胶或者什么 我父亲我姨姨 这带都没有动过 但是我们看这个眼这儿的痕迹 发现他有明显的这个 亮光 跟别的不一样 亮光跟其他地方不太一样 而且有点凸出来的感觉 手摸上去 可能是上过胶 您可能没注意 而且摸起来不是实质的感觉 是别的油眼的那个碎罐 他这取着巧克力 二龙续珠给粘上的 取下来粘在这个眼台上 冒充一个油眼的眼台 那刚刚专家老师判断 它是轻中期的 是轻中期的 没问题 就凭这个盒子 对 这个盒子 你只看这个盒子 你就赶紧知道了 不说话 去他地方 对 你看这个盒子你就知道 这个盒子 盒子有年纪 盒子肯定有年纪 这是一套年纪 这个盒子 毫无意外 那东西就比如你 你看还有这里边的刻线 这里边的刻线 它不是自然摸的 好像是有意摸的 而且还不是 不是特别流畅 这刻线 你从这个角度上看 你好像铲铲铲 没有铲瓶的那感觉 这是轻中期好些刻的 就是连刀痕都留下 不是打磨特别细的 要的就是那种笔触 要的那种刀的那种感觉 这件自己的感觉 遗憾是没有提款 没有使用过人的提款 没有谁就是用过的 要是有名字用过的 价值会更高 没人倒是没用 但是在我们 我父亲知道 他们用过 但是我没有用过这个东西 你父亲用过 没上完没写的 是叫什么名字 对着跟上摸写这个 经过紧张的讨论 专家和店主一致认为 这方研台 虽然属于轻中期 但是中间的眼 存在诸多疑点 那么早就看出问题的专家 又会给出 怎样的报价呢 那接下来我们就揭晓 刚才专家输入的估价 两万 这方研台呢 第一就是眼有问题 其余保存完好 像这类研台呢 这几年从日本回流了好些 大概市场呢 就是比这小的比这次的 卖到几千块钱一个 这个呢保存比较完整 而且呢就是 雕工比较精美 唯一的缺陷呢 就是没有名人使过 要有名人使过 这个十几万二十几万 都有可能 现在卖的比较好的 都是有名人提拔的 这个无论是市场 还是排名 都主推这种 比如说如果有 季晓岚的提拔 有刘庸的提拔 这样都是很受 这个市场追捧的 这样的价格 目前卖的比较好 对 这样的白板 这样的相对来说 但是这个一点 原盒就是原艳台 非常难得 一般的保存 现在的艳台盒都坏了 这个呢保存得非常好 所以光这盒 就得值个不少钱 现在定做这盒 也得花大几千块钱 所以我给的是盒 和艳台一块的价格 专家认定 它是清中期的 对 一件真品 还是可以获得 华山论件节目组 为藏品颁发的 真品证书 感谢您的参与 谢谢 咳咳